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即將在二十號宣誓就職 後任的白宮幕僚長柯蓮恩十六號 在發給白宮職員的備忘錄中 條列出新政府上任當天所要實施的十二項行政 命令 計畫要在十天之內 針對新冠病毒疫情 經濟衝擊 種族不公 以及氣候變遷 這四大危機對症下藥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上任當天 就要立刻採取行動 翻轉川普政府的施政 後任的白宮幕僚長柯蓮恩十六號 在發給白宮職員的內部備忘錄 指拜登結束就職演說後 將立刻回到白宮 就當前國家所遭遇的四大危機 新冠病毒疫情 經濟衝擊 種族不公與氣候變遷 簽署十二項行政命令 實現他的競選承諾 內容包括二十號當天立刻終止 川普政府對部分穆斯林國家施加的旅遊禁令 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跨州旅行和進入聯邦管轄財產的強制口罩令 延長聯邦學生貸款償還期和禁止驅逐房客 二十一號上任第二天 拜登計畫公布重啟學校與商店的辦法 擴大病毒篩檢 緊接著二十二號要提出經濟紓困方案 幫助遭到疫情嚴重傷害的勞工家庭 拜登在四十四號提出的 依照九千億美元防疫振興支出案 將聯邦最低薪資從目前的 每小時七塊二五美元 一口氣提升一倍來到十五美元 而接下來一個星期 柯林恩表示 拜登將履行改革司法不公 氣候變遷以及移民問題的承諾 其中包括了加速美墨 兵界離散家庭的團聚 並提出讓一千一百萬 無鎮移民成為公民的管道 美國換黨執政影響與牽動的層面 騙擊全世界 南安總統文在寅十八號在清瓦台的新年記者會 就特別對未來韓美關係提出建言 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延續川普與北韓對話 所取得的成果 對未來的旅程中 對未來的旅程中 現在是美國新政策 提出發展 立場的新政策 和南北議員會 未來的旅程中 新進展開 提出發展 成果的正規 提出 美國政策 是 特朗普政府的成果 改成成成的成果 共识新闻王辉文编译